标榜所謂人的價值 我希望透過人的價值 能夠讓藝術真實的面貌 能夠展現 走進汝慈大師徐瑞宏 位於浙江渠州的三桃園工作室 很難不被他畢生專業 乳搖陶藝的熱情所吸引 光是帶領你參觀 制陶流程 就先打破了一般人 對手工與模具之間的印象 你們對這個模具 會比較有 有這種初制濫造的概念 其實都出在於 整體的配套 配套的概念沒有到位 那像這個用模具做出來的 可能拿回去臺灣人家認為 是不可能的事 為什麼可以做那麼細 只有修編 那我們到了清代開始 產生立配的這個工藝 劈頭就對陶瓷工藝 闡述他個人見解 專研了大半輩子北宋乳官窯 徐瑞宏工作室裡的乳瓷作品 大部分都是透過模具所製成 他說重點其實在於人的價值 我並不認為說陶瓷創作必須是唯一的單一的 我反而認為中國陶瓷的語言 應該是可以有一個優美的造型 然後不斷地透過人的價值去複製它 十四歲起就接觸逃逸 徐瑞宏年輕時 失從臺北故宮博物院 劉良佑教授 專研宋代如遙 一九九一年 在恆春打造了臺灣首個 首搭配個人燒搖工作室 燒出的作品讓他聲明大噪 二零零一年為了研究骨髮燒至乳窯清瓷 徐瑞宏決定到大陸發展苦心研究十年有成 徐瑞宏決定到大陸發展苦心研究十年有成 傳是宋代乳窯胚體三大特色 一輕浮 二聚香灰胚色 三細膩 以及燒搖後 幼色溫潤如玉 全在它的掌握之中 這個東西還沒燒的時候 它是包起來的 那我透過搖火就是說 陳詞的一個軟化的現象 讓這個花展開 展開之後我讓 我在用我們宋代支釘掛燒的一個概念 在下面盯住它 始終強調人的價值 而不是不可控的自然造成 徐瑞宏帶我們走到他在2015年 獲得巴黎藝術博覽會 大會金獎作品《翠鳥何如前》 再次強調人在作品中的重要 花展開的時候 我釘子是釘在下面 那不要小看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我足足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因為它釘子釘到了之後 要剛好將近要熄火 所以它花怎麼開 你就要把時間抓得很好 盛開了荷花圍爐 生動了翠鳥為蓋 不論造型設計還是外觀色澤 都讓人為之驚豔的翠鳥何如 原始作品已被巴黎收藏 工作室裡展示的複製品 就是徐瑞宏堅持的理念 要讓人的價值不斷複製 北宋乳官窑因為燒製時間短暫 又被毀於宋京戰火中 所以流傳下來的汝詞極為罕見 也讓汝瑶被列為北方青磁之首 五大名謠之冠 如今徐瑞宏有離家鄉17年 就是為了傳承千年工藝 也傳承他所參悟的藝術價值 當我們要認識一件藝術品的時候 首先必須要站在 人的價值的角度上去看待它 因為工藝只不過它是一個過程 它不是結果 所以透過人的價值的思維 你就可以看懂這個世界上 大部分的藝術品